赵领在2011年曾经发文说 为什么总把我认成杨幂 你们不知道自己的偶像长什么样子吗 难道大眼睛书中分拍公的就都是杨幂吗 没想到一语成谶 他此后人生路竟与杨幂如出一辙 都是拍古装剧爆红 都与老公因戏生情 都在事业巅峰奉子成婚 结婚之后没几年又再次离婚 用自己的人生华丽上演了一出现实版大女主剧 可离婚后的事业还能一如往常吗 两位85后小花 谁会在这场人生弯道上一起绝尘呢 2007年杨幂和赵丽颖分别饰演了 《新红楼梦》中的《秦文》和《行秀烟》 两人谁都不会想到 以后的他们会在顶峰相见 仙人一步的杨幂同年去拍摄了《仙剑奇侠传3》 该剧在09年播出后 让杨幂凭雪剑火了一把 但随后他与李绍红公司闹解约 又很快石沉大海 2011年对于这两个姑娘来说 都是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年 那一年的杨幂凭借《公所新域》 火遍大街小巷 那一年的赵丽颖 也靠《新环珠》里的《秦儿》站露头角 随之接到了自己人生中 第一部大女主戏《陆真传奇》的剧本 此后两个女孩在弱肉强食的娱乐圈里 开始各自的精彩 赵丽颖凭借《花千谷》进入一线行列 此后又相继出演了《鼠山战记》 《老九门》《楚桥传》等一系列热门IP剧 奠定了自己在娱乐圈无可替代的位置 而杨幂也凭借《古剑奇谈》 《亲爱的翻译官》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出圈大暴剧 成了娱乐圈里当之无愧的收拾女王 说幸运 两人在众多小演员里脱颖而出 是真的幸运 说不幸 两人又都在感情里输得一败涂涕 巧合的是 他俩与自己的另一半还都是阴系生情 2015年5月 杨幂与刘凯薇首次搭档 合拍电视剧《如意》饰演情侣 戏拍完了 感情却没完 两年后 二人在巴厘岛携手步入婚姻殿堂 很快生下女儿小糯米 但婚后刘凯薇与王欧的夜光剧本 闹得沸沸扬扬 两人婚变的消息便一直甚嚣沉上 2018年12月 他们坐实外界猜测官宣离婚 而赵丽颖则选择嫁给予自己缘分不浅的 富家公子冯绍峰 其实冯绍峰和赵丽颖有过很多交集 前后合作了六部电视剧 外加一部电影 从09年的索青秋 10年的《佳妻如梦》和《夫妻一场》 11年的《公所珠连》 到《西游记之女儿国》 和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只是前期的赵丽颖 不过是冯绍峰距离不起眼的龙套 直到后期 两人比肩而立 才真正走进对方的视线 2018年 两人官宣结婚 婚后不久就生下了儿子想想 只是甜蜜没持续多久 甚至连婚礼都还没来得及举办 两人便再次踏进了民政局 干净利落地分了个彻底 没有任何经济纠纷 共同抚养孩子 抚养肺菌摊 离婚理由是聚少离多 这个理由还真是非常好用 娱乐圈大半离婚分手的明星 都用了这个理由 至于大众信不信 那就忍者见人了 杨幂离婚也是用了这个理由 但他们的分割 就不是那么好看了 50亿的夫妻共同财产 杨幂分得了近45亿 刘凯威只得到了 5亿和女儿的抚养权 对比赵丽颖的离婚 多少有些不体面 也难怪赵丽颖离婚后 粉丝数量一下子上升了十多万 不少粉丝 在赵丽颖的社交平台下方 为赵丽颖打气 希望赵丽颖快点振作起来 要知道 婚后的赵丽颖 事业全面下滑 她在娱乐圈 可是出了名的工作狂魔 除了怀孕生孩子的那段时间 在家休息 基本上全年都是在拍戏 生完孩子刚复出的时候 就参加了综艺节目中餐厅 但这一档节目 却并没有达到预料中的效果 让不少人就此产生了疑问 产后复出的赵丽颖 是否没有热度了 之后赵丽颖与新生代 流量小生王一博合作有匪 该剧在路透时期 就被批评 浮化到劣质感重 男女主角年龄差大 没有CP感等 剧播出后 更是铺天盖地的批评生袭来 但是鉴于主角 都是当代顶流明星 从播放量上看 其实不差 至少对比离婚之后的杨幂来说 是不错的 杨幂离婚后拍摄的几部剧 都不温不火 2019年的祝梦情缘反响平平 参加的几档综艺 也没有太大的水花 2020年与自己旗下一人 张彬彬主演的暴风眼 上热搜的次数 去之何数 说全面铺接也不为过 让网友不禁疑惑 属于杨幂的时代 是否已经成为过去时 但从杨幂近几年的作品看 他在不断尝试新的作品 不管是古装 现代 还是爱情片 悬疑片 剧情片 或者是偶像剧 职场剧等 都有涉猎 这说明 他在对自己的后期规划上 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知 就是在不放弃现有的偶像剧市场外 要逐步拓宽戏路 尝试转型 多往证剧上发展 这好像也是作为一个流量明星 想要走 又都在尝试的一条路 赵丽颖也是一样 他接下来的带播剧 幸福到万家 就是联合花儿影视出品的 女性题材电视剧 主要讲述 当代女性的坚强奋发 也是朝着证剧之路 大步迈进 同样是事业型的 八五后流量花 不管是杨幂还是赵丽颖 除开优秀的外形条件和群众基础 在工作上也都是绝对的拼命三娘 两人似乎拿了同一份人生剧本 都经历了一段不好的婚姻 不是说事业型的女人不配拥有爱情 看看拼命三郎刘涛 与她的丈夫和和睦睦多少年了 虽然总有人造谣他们两个人的感情 但实际上两人非常恩爱 婚姻失败的原因有很多 希望赵丽颖和杨幂 都能找到自己真正的幸福 也希望我国的影视行业 可以出现更多优秀的题材 去描写各种社会阶层的故事 同时也能提供给30家女演员 更多的机会 让她们可以更加拓宽自己的戏录 赢得更多的掌声